中广新闻网newsradio 最有趣 周日Mr.B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 接下来单元是生活医疗大小事 在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 是今夜联合诊所皮肤科的院长 蔡医山 蔡医师在节目中 为各听众朋友解答 日常生活中 你我都可能接触到的 各种医疗咨询方面的问题 你好蔡医师 大家好 蔡医师 我相信在你的诊所里面 经常也会接触到一种病人 但是一进来的时候 她会很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蔡医师 我这个什么地方 整了一个泡泡 对 你知道炮疹 有炮疹 好敏感 听到炮疹 这两个事好敏感 一般人 听到炮疹 都会用一望眼光 回头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 长炮疹 其实炮疹 其实它是很多元的 并不意味说 长炮疹 一定是某一些 性行为发生 而产生的炮疹 对不对 是 没错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要请蔡医师 来帮我们 分析一下 讲解一下 未教说明一下 到底炮疹是什么 那一般人 有时候 你日常生活中 可能也会碰触到 得到炮疹 但是 并不一定是 大家所想象的 都是因为 透过性行为而发生 是不是呢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单纯炮疹 它其实跟 带状炮疹 他们是兄弟 是 但是大哥 我们上次有谈过 带状炮疹 蛇残腰 对 但是大哥比较凶狠 带状炮疹 非常凶狠 很痛的 那单纯炮疹呢 虽然是地底 但他也不遑多让 他其实 在长的时候 是很不舒服的 那最常见的两个位置 单纯炮疹 一个是在嘴巴周围 然后在脸上 我们叫第一型 那第二型是在 这个肛门生殖器周围 叫第二型 那偶尔有时候会乱跑 手指头啊 这一些也是有 但是大部分就是脸上 或者是这个 生殖器周围 那一般如果脸上的 其实像是亲吻 这样子一个皮肤接触 爸爸亲小孩 爸爸如果正有这个病毒的话 也是会传染 传染给孩子 对 所以一般如果炮疹在发作 我们都会特别强调 就是说不要亲别人 因为他会接触传染 那如果是在生殖器 当然它是跟亲密的接触 就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肛门的周围 或者是生殖器的周围 这种群聚的水炮 这就是他一个特征 叫单纯炮疹 那为什么会得到炮疹啊 你刚刚说传染是一个媒介 那我问的是说 那个发生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炮疹这个东西 那总有一个 开头 对嘛 如果是接触 第一次被得到的时候 它这个病比较特别 因为这个病毒很狡猾 它会躲起来 这个病毒会躲起来 所以你有时候被第一次感染到的时候 你不一定症状很明显 但是有些人第一次 如果被传染到 它的免疫力又下降 很弱 身体很弱的时候 那这个病毒就爆发出来 那就会产生群聚的水炮 但是这个病毒呢 它摆脱不掉 这辈子永远躲起来 就像我们上次谈到水痘 对 那个东西 它就一辈子不会跑掉了 对 但是这个单纯炮疹病毒 它虽然是没有那么痛 可是它躲在附近的神经节 那这辈子只要你免疫力一旦下降 就跑出来 所以有可能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甚至有病人 一年发作五六次 像我们最近比较常见 流行路跑 三铁 很多去路跑完 体力消耗太多 只要去路跑完 比赛完 哇就涨 这样涨 对 它就冒出来 很常见 所以只要看看最近有没有大型的比赛 我们病人 就会出去 门诊病号就会更多 或者是说像季节交替的时候 或者是股票今天实在是不是太好 大家比较忧郁的时候 那个炮疹的病人真的会变比较多 发作比较多 是 那至于你刚提到说 这个单纯炮疹 一型二型 它到底怎么治疗 好 基本上它还是病毒 所以当它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外用的药膏 抗病毒的药膏 专门抗这个 单纯炮疹病毒的一个 Oxychlorovir药膏 是可以擦的 那可以让它水泡的量少一点 但它已经长出来了 不会说马上擦马上不见 大概都是需要一共一把 是用药膏的 用药膏擦 一般比较轻度的 我们会用药膏擦 可是水泡提醒大家 不要去戳破 我们台湾民众只要看到水泡 就很喜欢拿针 一堵 所以这个 不管一型和二型的水泡 会不会痒 有些人会痒 但是大部分人是觉得刺刺的 痛痛的 热热的 所以不会痒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戳破 一痒 一抓 别说戳了 一抓就破了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水泡是可以擦药 那如果是真的很容易会长 譬如说一个 一年长了五六次 这我会给它口服药 口服的抗病毒药 但是一般 它是属于外用就可以控制的 很好的 对 外用药膏 好 所以这个东西照你蔡医师刚才讲 你说它很可能会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定期 就会复发出来 没错 所以平常我们自己又该怎么样 当然我说一定是要多休息 平常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不管是在饮食或生活上面有什么注意的 尽量能够避免泡疹 这件事情能够复发 好的 我觉得很重要 就刚刚有说 它是在你比较衰弱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所以不要熬夜 定期的运动 运动的时间要对 不要半夜去跑 跑步 跑很久 然后累得要死 所以正确的运动来提升你的免疫力 让你的体力比较好 这个很重要 那第二个是呢 这个病有个特色 它一样会影响你的感觉神经 所以有些人快要长的时候 他有感觉 水泡还没长出来 他有感觉 真的 他会跟我说 医生我觉得这里热热的 其实这时候你的药膏就可以先擦 有时候他就会黑龙 也就没事 那就不用等到第一颗水泡出来 你才差 所以去敌先机 那照这样看起来 它有一点点的征兆 对不对 有些人会有的 对 那它整个的过程会怎么样 就从开始征兆到整个最后的发病的过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征兆 好 一般来说就是先有感觉 你会觉得刺刺热热 有些人觉得有点痛 有些人觉得有点痒 怪怪的 他们大部分都会说怪怪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擦药 那擦 有时候还是它还是长出来嘛 你会看到水泡 一颗 两颗 三颗 这算初期 对 那它慢慢长长长 那再来过了三到四天停住了 如果你有休息的话 它就慢慢干掉 结痂 那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这个结痂就脱落 可是如果这个水泡你照顾的不是太好 或是它发炎很厉害 有时候会有点疤痕 但是不会太久还是会消掉的 那这个周期 蔡医师所讲的是指有透过医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如果都不管 它会也是一样水泡 结痂 脱落 那就好吗 其实有医师治疗跟没医师治疗的差别 它的病程差不多 只是灾情不同 可能你如果没给医生看 你可能水泡的量比较多 然后要注意细菌感染 那如果医师治疗可能本来会长20颗的 那有叉药 然后有去清洁 大概可能10颗或5颗 所以差不多了 只是这个受灾的面积 比较小一点 对比较小一点 其实这听起来 跟我们上次谈的那个带众泡枕 那个周期很像 是啊 几乎一样 没有带众泡枕更惨 所以他是大科 他就是带众泡枕病毒大科 他就两个礼拜 那单纯泡枕了一个礼拜 这边还有一个点要提醒听众朋友 就是单纯泡枕很特别 它可以是几颗 也可以是很多颗 就同样单纯泡枕发作 有人病情很轻 有人很严重 这是有可能 甚至像长在嘴唇的 也不要轻污 有时候有些人真的会肿起来 就一排 跟香肠一样 对 香肠嘴 对 变香肠嘴 像周星馳电影一样 好 其实谈到这个单纯泡枕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型二型 那对于第二型 它很可能是 刚好长在生殖器附近 那所以就会谈到说 如果刚好是孕妇 它到这个时候 对于新生儿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 这一题比较难回答 因为我是皮肤科医师 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它的运程有关系 因为怀胎八九个月 如果是比较前期 应该是还比较不用那么呆 那如果是比较后期 会担心就是说 它自然产的话 经过产道会有一个接触传染 所以还是要转给这个 对于副产科医师 会比较安心一点 好 不管怎么样 其实最重要是 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卫生 跟要有适当的安全的性行为 其实这个就是预防泡枕 最好的方法了 但是提醒 如果发现自己有怪怪的 开始有小泡枕的时候 就要赶快就医 才能够做最安全的解决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是今夜联合诊所皮肤科的院长 蔡依山 蔡医师 谢谢蔡医师 谢谢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